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1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疫情了 台东线21号迎来连续11天的零确诊 而第二波6400剂的疫苗也在上午是正式开放预约 那么截至中午为止 16乡镇卫生所预约量已经超过五成 部分乡镇甚至达到额满 我们临时加装了好几条的临时的电话线 仍然无法满足乡亲在同一个时间 打电话进来台东市卫生所的需求 台东线21号开放第二波疫苗接种电话预约 满线状态从8点半一路持续到10点半才稍稍舒缓 可见疫苗接种猝死事件所产生的环打潮 并未在台东发酵 我觉得应该跟疫苗比较没有关系 那个应该都跟自己本身的病有关系 大概还有30%空位可以释出 请大家下午继续预约 而根据县府统计 截至21号中午前 16乡镇卫生所已经有超过五成完成预约 部分地区甚至已经额满 整体预约量达到57% 不过对于疫苗接种计划 县长饶次林还是有话要说 希望中央能够全面开放孕妇 扩大地区类维持社会机能正常运作人员 包含各级教职人员都能施打疫苗 果菜市场 肉品市场 中央市场等 维持民生运作的重要工作人员 希望能够同步开放其他学校的教职员 能够在八月底开学之前 是否能全数施打疫苗 台东县疫情连续第11天 交出挂零的好成绩 但在疫苗覆盖率上 却还有一大段进步的空间 地方政府不只要抢疫苗数量 拼施打效率 更希望能够优先照顾到高风险的族群 让疫情之下的社会依然运作顺畅 记得下集会台东市报道